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我们《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首先,这里有澳洲的真BC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还有我家山山的大家好 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除了来到大台《芒向编辑部》 还可以到二台《正向部》和三台《沙冷器》那里 点赞、分享和订阅 将一个齐抗疫病经济反揽炒的信息传扬出去 好了,几个礼拜之前,七国集团峰会 拜登先生如日方钟,很威威啊,大家都记得 召集了些人,各样东西都做得好 甚至现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也传来节报 就是说,耶,现在有130个国家答应了我们了 过那个全球大公司征税计划 耶,每人可以拿到15%分析大查法 但是,他也跟普京先生谈了 就跟他说,我有红线 现在告诉你,这个红线就是 绝对不可以搞我们美国 网络攻击我们美国的企业 是不是? 但是,谁知道现在传出在7月2日 当地的时间,即是北美时间 竟然有人看他眼尾啊 被人再度网络攻击啊 就根据这个网络安全公司 叫做Hunter's Lab的网络安全公司 就说,这个老板叫做哈蒙德先生 就说,我们又再给一个 讲俄文的网络索集团 软件集团,即是Ransomware 再度攻击这个叫做哈伊佛的集团 攻击我们啊 他们讲俄文啊 那到底他们做了什么事呢? 我们就讲一下了 这次这班怀弹就利用了 向一间软件供应商 叫做Casia的软件供应商进攻 就利用他的网络管理渠道 就通过云端服务 就散播他的勒索软件 那,而这家哈蒙德呢 就是负责去做这些网络安全的呢 就是说,这一间被攻击的公司 在全球处理有很多大企业 小企业 是做一些云端服务啊 软件啊等等 就是那些系统性的东西 这一次是影响的公司 是超过200间 是破坏了供应链 是一次有这个毁灭性行动的 供应链攻击 就是违反了 派登先生 向普京先生讲的红线力 那呢 其实说,根据说 就是这些这样的所谓 勒索软件呢 通常就是 趁你那个 更新那时呢 就是 更新那时就发一声呢 就渗透到下去 好像病毒那样传了去 200多间公司那里 而他们在一个声明就说 当日一发生事那时 他立刻叫那些客户 你们快点 按住 关掉你们的侍服器 快点关掉你们的侍服器 这样说 并且说 由于我们叫他这样做 现在是限制在 小数客户身上 小数客户 就是200个 另外呢 有一些 就是这些网络安全专家 就是说 这一次 是史无前例 对于供应链的攻击 以前都曾经发生过 类似但是它是相当小 是好像跟那间 Solar Wind一样 什么是Solar Wind呢 我们以前都说过 是上年12月 阿钦先生 林乐台之前 阿肥培奥他们就说 我们是受到俄罗斯 网络黑客攻击 这间Solar Wind 是跟这一次 这间 Cancea 这间公司是一样的 而且是更大事 因为它是负责 当方美国的政府 公营机构 Solar Wind是负责 政府公营机构 等等 是做这个网络系统的 那它这一次用的方法 是一模一样攻击它 那现在呢 暂时呢 它已经 就是有一些 网络安全公司研究员就说 我们 已经联络了六间 受到这一个 Red Evil 阿Evil 这帮坏弹 攻击的公司 已经受到攻击的公司 合作 现在在搞 但是的日子来说呢 是很令人觉得震惊的 因为是在7月4号之前发生 为什么呢 7月4号是美国国庆日 而在之前IT人普遍来说很少动手的 而很少在家里 准备放假 尤其是 星期日是7月4号 很多人已经放假了 大佬 一旦这样的东西 那些IT人已经走了 所以对于一些网络工程的人 就是网络软件 保安系统的人来说呢 它是特意选择这一天来做的 做它世界 让它没那么快可以服务 现在根据刚才说的那位哈蒙德先生说 据它所知 已经有四间IT基础建设公司 已经受到勒索软件攻击了 因为它们自己本身都是帮这间Cansia的网络软件 它们是用这一只软件去砌它们的系统设施的 就是它们基本上的服务是这样的 谁知道这一个Cansia被人攻击 再经云端就影响了它们 一寸二白 那现在它们就不停砌砌砌 估计有几千台电脑同时被吹击 这样 那其实呢 这一件事如果看的手法 应该叫R-Evil的手法 就其实根据FBI一讲 其实是跟五月份那间肉类加工厂 JBS是有点压力的 那拜登先生也都立刻托出来说 我是会找那些人去查到底是谁做的了 大家放心 那联邦调查局呢 就是联邦网络安全基础设施安全局 星期五就已经发了个声明 我们一及密切监视局势 FBI一要找更多信息 而他们也都敦促任何受到影响的人 快点找回Cansia 然后立刻关闭他们的侍服器 总之不要让他们攻入 要不然你就会很大钱 而这间Cansia公司呢 他的总部就在爱尔兰的都柏林 那美国的总部呢在迈阿密 那迈阿密呢 那他们其实这间公司 想着在夏年2022年呢 再请多500个人 目的就是要令到网络安全做得更加好 他们自己都知道是会有问题的 就是所以他们其实已经planning 但是被人棋高一着 就是早了出手搞坏了他 那现在这个爱尔兰呢 的网络安全顾问叫做霍南先生也都说 这一次是典型的供应链攻击 如果这些犯罪分子 就将一个网络供应商 就是这些软件供应商就摧毁了 那并且利用它的渠道呢 去攻击那些客户 那些大企业 大企业都说可以翻山 那些小企业就重创了 因为令到他们的 就是安全性啊等等的data 全部没了 这些资料 现在是很伤的 这件事情 那么唯一的好消息呢 现在就是说 根据就是 专门做这些修复工程的人就说 我们很多客户呢 都不是个个都安装 这个Cancear的软件 那就是不是部部电脑都安装 所以攻击的可能就有得回来的东西 恢复更加容易的 而其实2019年4月开始呢 这个叫R-EVO的网络欺诈 网络欺诈 网络欺误 组织呢 就其实已经不停的开发这些 这些软件 并且呢 就出租给它一些 手限 就是其实它是我创这只软件 我给一些 我是出租给一些想用这些软件的人 让它们去拿钱 就是它已经是高度 已经是高到这个地步 我不懂得直接出手 我给一些软件 坏蛋去做 自己分成那种做法 衰功做法 而这个R-EVO呢 其实是近这几年最厉害的一个网络 做这些网络团火坏事的人之一 那平均呢 向它给的赎金平均是50万美金的 那受害人数是多 但是这帮人呢 应该是很难处理这些赎金的谈判 而且长洲 美国长洲末假期要用时间去做 其实一直以来 为什么他们会这么猖狂呢 就是因为 很多时候网络安全公司 都是给一个指示这些人 就是指示这些黑户 他们要的赎金是50万 我给你修理好你的电脑是超过50万 那你给不给钱 但是有时就很差 所谓道亦有道 但是有很多是无道 有几个那些人说我交了钱 但是结果我都是给他们搞坏 这件事情才是麻烦 那我现在刚刚收到的信息就是拜登站出来 我是会密切监视的 但是这件事情其实已经打击了他的信用 因为根据最新的一个调查 很多人都是觉得拜登是做得不错 疫苗是做得不错 但是对于罪犯做得非常之不好 搞不定这个罪犯问题 就是这个尤其是现在 就是他捉不到一两个人落狗 是给人家救 有些救病觉得 你好像吹流流了一些 拜登先生 就是处理罪犯的评价很低的 而这个民意调查是在他的 就是支持他的民调那里的媒体里做的 分别是ABC电视台 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联合的民意调查 美国的民众 其实认为现在犯罪率高是一个极严重的问题 是到达20年来的新高 但是对于拜登先生处理罪犯的手法是很低的 那么多达7成5的人就认为 降低暴力的手法 是要令到一些比较贫穷一些的地方 增加就业机会 加大投资 6成半的人当然是说 就是要派多些社工 5成半的人认为要增加警察预算 5成1的人认为要管多些棒棒 才能解决犯罪率 但是他们有部分都认为 拜登暂时来说是不满意他的 对于只有3成8的人 是赞同拜登先生处理 在美国现在犯罪高的问题 有4成8人是不赞同 而在政党那里分呢 就比较平均一些 只有3成6人认为 共和党对付这些罪犯 罪犯就比较有成效 有3成5人就认为 民主党的人就有效一些 剩下那些是没有意见的 但是在没有意见的人里面 有20%的人都认为 你两个当都是废的 这样说 而其实不同族群之间认为 降低罪犯 犯罪的人有两个方法 7成6的非洲裔的认为 管棒棒 管枪有用 但是同样意见就只有3成7 所以其实现在未来犯 治安问题 和解决这个 治安问题当然是最重要 但是拜登先生 开始大挪大鼓 是要求 普京 搞搞他 不准搞网络攻击 而现在这帮坏弹 当你没到 是啦 那怎样呢 你说过的 你搞不定他 我是找你算账的 当你没到 还要在7月4日之前 搞这样的事情 是你眼眉 是啦 怎样算呢 给柴火阿钦在这里笑他 今天阿钦就会开大会了 不知道今天还是明天 会开大会了 没多久 一段时间之内 在佛罗里达州开大会 你怎样算 那 他都几是啦 这些东西被人剃眼眉 那 我都不认识了 可能没多久 他都会有些东西出来的 我说说真的 是 会不会发怒 到时候真是 你知道他刚刚见了普京 会不会 之后 普京 帮我搞定他 这样行不行 可能他会给几天时间 普京 说你帮我搞定他 搞人头 这样 不要跟你说过 不准玩东西 你现在来玩东西 坏人 你是不是看我眼眉 普京会不会害怕 这个是第二个问题 普京会害怕 所以 很奇怪 这班人 是不是在美俄 有少少 少少 少少好像有接触 就开始玩东西 还是纯粹民间呢 真是不知道 真是不知道 两样都有 顺便找一下水 都可能是 真是 现在这件事 其实是 是不是普京要测试他 最近普京是很困难的 英国找一只东西 逢他 还说我炸韬鱼 都不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 说这些东西 明困你 到底是怎样呢 哈哈哈 真是 最近普京很定档 很困 现在在剃他眼眉 所以是拭目以待的 我是看看派登先生 会不会 就是 履行他的说话了 给他一些颜色看了 还是其实是第三者想他们砌呢 那就不得而知了 大家抹拭住时 但是大家猜 普京会不会找个人出来 抵掉他 去给拜登 我真是认自己搞 不是啊 拜登他当初 那个 输油管那件事的时候 拜登是说明 不关俄罗斯政府 是坏人做的 但是 我是会要俄罗斯 跟我合作负责的 他是这么说 就是他可以说 这件事不关普京事 但是我现在要找他负责 不关他事 接着要找他负责 好惹啊 没事的 等于黑社会 教父 教父 经典的黑社会 教父有一幕 就是当教父的大儿子 剩下了 他就走出来 跟其他老叔父帮派的人说 我个儿子死了 我要停战 我现在有个儿子 就是主角 阿尔柏仙奴 麦克尔的小儿子 就走了去 西西里着草 我要求他回来 但是我跟大家说 我个儿子 如果回来途中 有什么事 即使他是很不幸 坐坐下飞机被雷劈 吃饭吞死 还是有什么事 那条命冻过水 我都会赖你们 我会令到你们没有一个人 会有好结果 这套说话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在等着看 普京先生的想法 会怎样 这件事最划算 那个软件 就是那个勒索软件 是用俄文写的 那怎么办 那你麻烦了 真是麻烦 那我 总有解决方法 不过 是不是要交银子呢 那就不得已知 真是剃你眼眉 大家要留神留神 这几人 那好吧 我们就说到这里 回来再说其他话题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